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來 又快來到聖誕節了 去到一年一度的聖誕節 不知道大家準備好聖誕樹 寫好聖誕卡 或者準備好火雞 當然今年 疫情都在慢慢嚴重 所以大家可能未必有這麼有 mood 去慶祝聖誕 但是呢 都想跟大家說少少 有什麼地方大家可以出去逛逛 如果你真的覺得沒問題的話 如果你覺得更安全的話 你可以出去逛逛的話 有什麼活動大家可以去 還有 有什麼防疫措施 大家出去的時候是需要注意的 那我們去見吧 好 首先呢 第一個可以出去的活動 當然是Winter Wonderland Winter Wonderland 最大的當然就是倫敦海德公園 High Park 那個 以前 平時你都可以這樣 walk in 不用付錢就可以進去玩 要玩那些機動遊戲或者活動 買東西吃才要付錢 但是呢 今年呢就改了 今年呢 他就要去到他的官方網站裏面 去預訂了票 which is 要付錢的 不過你如果買了其他的package 的話 那個門票就變了免費了 但是呢 如果你只是進去的話 都要付錢 還有要預訂了票 你拿了票才可以憑票進去 今年就不能 walk in 所以呢 就有一點點變動了 還有呢 現在呢 應該 我印象中呢 那些票呢 很多都已經賣光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還有沒有票剩 那我剛才看呢 都還有些票剩的 可能在除夕啊 或者那幾天 那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還有就是Christmas Market 那Christmas Market呢 英國很多地方都有的 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啊 或者是一些旅遊城市啊 那就是 例如 Durlingham啊 Grasco Edenborough York Winchester 還有 Cardiff 還有 就是London London有好幾個的 那就是 例如是 South Bank Leicester Square 或者是 這個 Winter Wonderland 本身裏面 都是有一個 Christmas Market 還有 Central London 就是Selfridges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都是你可以出去 逛逛的地方來的 那他們都有 那些東西吃啊 有Mild Wine喝啊 可以 買紀念品啊 買糖啊 那樣的 那樣的 都是一些 好像年少那樣的 一些的活動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這些的攤檔 那他們很多都是一些 就是 Local 出的一些的 Reteller 他們都是一些 小店 那你都可以去 不同的地方 去支持一下 當地的小店 那還有呢 還有呢 就是呢 我也看到 有一個叫做 Brenham Palace 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呢 就是在Oxfordshire 在Oxford附近來的 那 那個呢 其實那個是一個 就是 鄉郊 一個 貴族住的地方 以前 那現在呢 就可以給大家來參觀 那 那 Christmas呢 他們都有Christmas Market的 還有呢 他們都有一些 聖誕的燈光啊 這些的 就是 一些 裝置藝術 那樣的東西 那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我都覺得 挺有趣的 好了 那如果 大家都 擔心疫情 都不想出街了 可能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現在 那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其實呢 你都可以去一個 就是 Barth的 Christmas Market 那個Web site 那裏看一下 因為他們呢 今年呢 都是繼續 去將它移私到 去網上去進行的 那他們都有很多 的店舖 的Web site 你可以進去看 那可以看一下 你會不會 有所斬獲 那這樣 那還有呢 就是 很多的 就是 百貨公司 或者是店舖 他們 Christmas 都會做優惠的 那如果你之前 在Black Friday 沒有收獲的話呢 可能 在Christmas 都可以 有一些東西可以買的 那這樣 香港人都很喜歡買東西的 那 還有呢 就是 如果你出去的話 都要提醒大家 一些的防疫措施的 這條片呢 其實呢 都有改過 因為呢 本身打算 之前出的 不過都 因為那些 防疫規定有改到 所以呢 就 退遲了 那就是更新少少 那這個最新的資料來的 那 截至到今天24號 那 那 那今天的確診個案呢 都已經是破了12萬單的了 那 那 聽說的數字好像很大 那 那 不過你看回那個 入院和死亡的數字呢 也都沒有非常明顯的 那樣去爆升 那樣 那是沒有的 那 那 所以都 就是 看看Omicron 那樣的狀態 那也都要觀望一下的 那 不過呢 英國政府呢 其實都已經呢 是收緊了這個防疫的規定的了 那 那也都 就是在這裡跟大家很輕輕地講一下 究竟有些什麼的規定 那 那 之前都有說 Christmas Day之前就會收緊規定 甚至是lockdown 那樣的 那樣 那但是最終都沒有發生到的 那都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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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保持空氣流通啊 keep著做testing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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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Christmas Day之後 暫時都未見會有一些調整的暫時 去到這一刻為止 但之後就不敢擔保了 暫時都未有太多的規定 都是要室內戴口罩 還有一些Web from Home 或者繼續做Testing 都是這些規定 但是其他的三個地方 蘇格蘭 威爾士 和北愛爾蘭 其實在Christmas Day之後 在Boxing Day開始 都會有一些收緊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在蘇格蘭 由26日開始為期三個星期 就會收緊一些大型活動的規定 在室內 最多是100個人站著 還有200個人坐著 在Outdoor 最多是500個人 有這個人數的限制 在這裏 亦都表示了很多的球賽 或者是很多的 其他大型的新年慶祝活動 亦都會取消 還有就是27日開始 夜店亦都會close 為期三個星期 還有其他的措施 包括NHS Scotland 他們會用一個COVID的passport 他們有自己的app 進入一些大型活動的場所 都是需要出示這個status 證明了你是打了針 打齊針 或者你已經有這個negative的test result 才可以進入這些場所 這是所有18歲以上的規定 還有就是酒吧和餐廳 只可以在桌上叫你吃 還有就是會限制 不多過三個家庭群組的聚集 無論是餐廳也好 家庭也好 他們都是這樣的要求 最多只可以有三個家庭群組 那在Wells又如何呢 Wells也會在26日開始 收緊這個防疫規定 即是Wells的一些pub 或者restaurant 只可以容納一群一行人 最多只可以有六個人聚集 還有就是那些大型的活動 所有那些大型的公眾活動都是會取消的 最多只可以有五十個人是outdoor 或者三十個人是in-door的活動 其他那些大型的運動的賽事 都是會閉門作賽 只可以容許一些小型的群眾的活動 那規定也是跟那些公眾活動是一樣的 另外呢 在27日開始 Wells的那些nightclub那些夜店都會關閉 還有就是之前已經實行中了 在15日開始 就是一定要用這個NHS COVID-19的app 在一些Cinema 或者 Theater 這些場所 都是需要用這個COVID-19才可以進入的 那都是同樣地 你都是要打完針 或者你已經得到這個陰性檢測結果 才可以進入這些場所 同樣地 北愛爾蘭也都會在26日開始收緊的 那20日開始 所有的in-door 站在那裡的一些活動 可能是一些的表演那些活動 都是全部都會取消的 那還有就是 所有的夜店也都會關閉 還有27日開始 所有的食肆 或者是酒吧 都只可以一行人 最多只可以有六個人 那如果在同一個家庭群組 就最多十個人 那也都是需要在這些場所 使用這個COVID-19的app 他們自己有這個Northern Ireland的COVID status app 那這個就要去回這個北愛爾蘭政府的網站 那這個就跟其他用NHS的系統是有少許不同的 那所以你要去回他們自己的政府檢查 那也都是在這些所有的BAR 或者CINEMA 都需要用到COVID-19的app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差不多來到這裡了 那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 防疫遺先 那如果大家要出去的話 就要小心一點 那還有提提大家 Christmas 很多公共交通都會停止服務的 那還有很多的商店 那些Christmas Market 都是不會開的 或者其實有些Christmas Market 應該是今天是最後一天的 他們都未必會再開的 之後 那所以就希望大家平安地過這個Christmas 那如果大家今天未必會再出去的話 那大家可以看好資料 等下年的Christmas 那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平安健康 開心的Christmas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影片 都按LIKE和SHARE 記得訂閱這個Channel 和小鈴鐺 和我們的Mari Group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